有粉丝朋友留言跟一哥说 6月28号的早盘抓掌停那一期的公式太复杂了 设置起来容易出错 问一哥有没有方法改良一下 一哥咨询了一下 做程序员的朋友 让程序员帮忙改良了一下 今天一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改良版的早盘抓掌停公式 条件都是一样的 只是使用起来更加快捷了 只需要一键操作就可以进行筛选 大家好我是古吃一哥 老朋友们可以点赞收藏加转发 新来的朋友记得先关注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视频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需要满足的条件 第一涨幅空间 当天开盘后前15分钟 涨幅在3%到5%之间的个股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区间的个股呢 因为涨幅大于5% 当天买入收益也不是太大 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 涨幅小于3% 又说明股票上涨力度不够 后续乏力涨停可能性比较小 第二股票活性 换手率大于3% 量比大于1.5倍 换手率大于3% 说明进出股票的资金比较多 股票流动性比较好 市场乐度比较高 量比大于1.5% 说明入场资金较前一天是在加大买入的 属于看好状态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推动股票涨停 第三基本面 聊通市值在100亿以内的无亏损企业 主力拉升涨停 会选择拉升阻力比较小的个股进行拉升 市值大于100亿的个股拉升起来 需要耗费的精力跟金钱都太多 主力一般都不会选择市值太大的股票进行拉升 净利润大于0的企业 筛除掉亏损企业 避免买到爆雷个股 第四具备情绪面热点 选择近期的热点板块 并且板块里面的个股涨停效应不错 这种情况下 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下 个股是非常容易出现涨停的 条件跟上次的是一样的 但是在设置的时候 操作方式有一些变化 我们这次的条件设置 只要设置成单一的条件就可以进行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条件设置是如何设置 首先涨幅 涨幅在3到5之间的 这个地方的公式的意思 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第二 换手率大于3% 同样的后面是这个 第三量比大于1.5 第四市值 第五盈利 我们看一下改良前跟改良后的 改良前是这样的 你需要去操作多次 改良后的你只要设置成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而且改良后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你在这里可以去设置它的涨幅 它的换手率跟量比 你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可以去进行调整 你每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方式 对这些数据进行调整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去怎么创建这个公式 打开通达信 进入Ctrl F 选择用户 在其他类型里面 创建 公式 命名 一哥是已经编辑好了单个条件公式的 每次需要的时候都只要复制粘贴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首先涨幅 复制 粘贴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 有对这个的说明 第二个 换手率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就跳出了换手率 你只要去设置它大于多少 换手率 我们刚才来换手率是大于1.03 也就是大于3% 接下来量比 同样的量比是大于1.5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符号输入的时候 一定要切换好输入法 不难的话 你这个公式是会出错的 接下来是流通市值 流通市值 这里是流通市值除以1亿 如果是小于100亿 你只要这里设置成小于100 表示的就是流通市值小于100亿 我们来数下这个0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对没错 净利润大于0 好 这样就把这些设置完了 设置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操作最后一步 设置一个输出值 第一个涨幅 并且换手率 并且量比 并且市值 并且盈利 中间一定要用and连接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底下的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条件一样 条件一样 就保存 保存之后 你要使用 只要进行这里 综合选顾里面 你保存在哪里 就到哪里 选择出来 选择出来 使用就可以 看一下 对不对 好 然后进行 加入条件 你这里可以选择 你要在哪些板块进行选择 比如说行业板块 这些都可以自己进行挑选 然后进行执行选股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选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是出在这里 这里应该是0.03 我们输入成了1.03 0.03 就是3%的意思 1.03 就是103% 所以他这里选择不出来 大家 如果平时设置的时候出了问题 一定要对照这些数字 看哪些关键数字 是不是输入错了 我们再确认 筛选一下 好 现在就能筛选出来了 但是 我们这个公式是早盘用的 现在是中午时间 那可能你要使用的时候 你要记得是在早盘时候使用 那我们筛选出来 看一下这些条件 是不是跟我们所要设置的条件一样 我们先看到的涨幅情况 涨幅 3到5之间 量比 量比 在这里 看 最小的是1.51 也是符合的 然后看到的换手 换手 也是 换手 大于3% 并且盈利 我们设置的时候 大于0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的 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大家看 市值在这里 100以下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改良版早盘抓掌停公式 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公式 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可以去验证 验证完之后再去使用 如果大家觉得 没有帮助 大家就当做一个 小故事一样 听一下就可以了 市场上的选股方法有很多 可能这个公式不太适合你 但是一定有适合你的公式 大家可以关注我 看看我往期视频 有没有适合你的选股公式 好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近平台出了一个 重粉流量支持行动 如果你觉得 一哥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能够帮助一哥 长按点赞键 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你只要在视频的左下角 大拇指的地方 长按点赞键 就能帮助一哥 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